上过一期相亲节目的金大叔 被很多网友围攻了 说他既白谱又强势 可就这么个人 竟然招来了众多中年大姐的爱慕 就是烦恼多的明明 这个天天电话多 小牛你的人多还不好啊 你到一个正常单位里头 谁都来打 找他什么事啊 直接说呗 你不说 一样蠢 一样蠢 虽说有人喜欢的是件好事 但是金大叔更在意的 还是咱网友的评价 我看你们那个媒体 那个什么底下有发表言论的 我看了那个 他们都说啥了 有好听的有不好听的 所以我就改变方式了 那我就知道了 是不是看着底下评论了 说你大胆的主意 说你强势 对吧对啊 所以我就今天就改变方式了 生不生气 不生气 所以人家是那个 人家评论也没有那个 咱们下回就要和这方面做点一句完了 那不大事 不过态度还是挺端正的 就看真改假改了 今天跟金大叔相亲的对象 都是自己找上门的 红娘还真没给操心 赵大姐看到金大叔在电视上的表现 觉得这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人 咱就喜欢强势的男人 第一感觉他身体比较健康 而且爱好啥的都挺好的 喜欢读书啊游泳啊啥的 最起码喜欢读书的人 其实给人数字比较好吧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在金钱方面 那赵大姐跟金大叔的观点 更是一致 必须得两人钱放一块活 透明社会的这么透明 你凭啥你别工资 你支配完了在内 那就得谈了 我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说有很多人说 二户呢 赵一起就是因为这个经济方面 就是发生很多 就是纠纷啥的 那几乎就是建筑到一起了 我觉得就不要分彼此你我了 是不是 那钱给一起花 那再算一家人 那你的我的那分 那还跟一起有啥意义呢 我觉得那没啥意义 可能这就是缘分吧 童娘赶紧张罗子两人见面 兴趣还真能擦出点火花 我觉得挺有缘缘的 挺精盛的 长得挺年轻的 太老了 差点 还是差点 看来这男人越老越喜欢年轻的 这金大叔是笨着 比自己小十岁以上来长的 看来这俩人没戏了 看中金大叔的赵大姐呢 觉得年龄呢不是事 靠我的魅力来吸引你 觉得金大哥这个人挺好的 性格啥的都挺好的 而且就是主要是身体挺健康的 跟我年龄挺相仿的 我退学之后肯定要 可能要去南方啊 冬天在南方生活 夏天回北方 而且呢就是愿意旅游啊 上哪去旅旅游啊 就是当个老年大学啊 跳跳舞啊 唱声歌啥的 这个都是我觉得比较喜欢的生活爱好 你看江还是老得辣 看过金大叔节目的赵大姐 对金大叔的喜好摸的是一清二楚啊 句句都说到金大叔的心卡上了 可是让赵大姐没想到的是 金大叔想做只自由的小鸟 退休后要潇洒走遍全国 这回赵大姐可真兜不住了 比如说杜江燕 吃饱 好 今年我就冬天 坐飞机上杜江燕过去 哎 第二年一开车上那个 是你张家进了杭州了上的 你看张家燕挺好 第二年我就坐飞机上了张家燕住去了 对不对哦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嘛 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是 我觉得没有房子还是就是觉得好像就是没有哥儿 没有家的感觉 那个酒店式公寓住多好啊 我从来我听说 主研都这个床单了都整力量的 是全都是这 咱们穿衣服就走了 他就全手势 回来就跟新房子一样 听完金大叔的话 赵大姐更不愿意了 归根到底还是这人太强势了 也就像他说是 那个可以这个就是这个城市住一下那个城市住 但是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吧 他就是说话可能是表达的方式有点太强势了 必须你必须得这样 那也不一定说是必须得这样 那你觉得这个城市 好了我可以跟他住几年 或者是就有点说话有点挺强势的 我觉得如果男人要是有点主意是很好的 男人也是一点主意也没有说啥是啥 那也不叫男人 打脸了 真打脸了 这个声音也在这也在调调 不是不是你说话的声音那个强势 是你说话的方式 你感觉你挺强势的 并不是说你说话的声音 你说话的声音很温柔了 那这从哪块上能看出这个强势 就是强势吧 就是我想这个事我就这么做 就这么低的 就是就是就是说 我说的就是对了 你们都说强势 那就那就免谈了 是不是 想法不同 想法不同 我都没法跟你沟通 那你生活当中你那两人 磕磕磕磕磕磕 何苦呢 这完了吗不是 对 你们老人都说是强势 我认为这个事不是强势 但是有些人都说你强势 所以我就 以后就这样女士 我就不接触了 直接就我就免谈了 又黄了 既然没成 那就赶紧再见见下一个爱慕者吧 要说这江大姐 那绝对是个自信优雅又温柔的好大姐 而且事业经营也是风声水起 可这感情就没那么顺利了 没有孩子 没有办法 那你33结婚到你离婚的时候是40多 将近10年 你没要孩子 你妈不催你 不问你吗 这么大的事 你为啥不跟你妈说呀 如果你要早跟你妈说 你早点离个婚 比如说你30多 你345 356 咱发电的事咱离婚 那时候你可能还能要宝宝啊 就一直忍 忍就是命吧 33岁还没对象的江大姐 在母亲的催促下 草草将就着结了婚 可没曾想 这一结婚就发现了 丈夫对她隐瞒的一个金人秘密 结婚之后吧 就发现 她家有家族遗传病史 导致的 我都不能要小孩 我当时跟她结婚的时候 也就是希望能要小孩 本身吧 结婚的时候就是 感情基础就不是很好嘛 再 不能要小孩了 然后 真的就很勉强 要说吧 这感情啊 到啥年龄都不能将就 话说回来 这么温柔的江大姐 怎么就看上 如此强势的金大叔呢 俩人一见面 双方心里都有落差 金大叔更是毫不客气地 上来就谈钱 这让江大姐很不舒服 请做好打算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被自己做这些打算 我不说我最早的保险的话 15年前就在买了 尤其你是说一个女人没有孩子 可能别人现在是相招的 可是到老的时候 那也会成为她负担的 还是怕有负担呗 但是你知道吗 跟我资金两千的一点小钱 跟我来计较 我的笔试 没有孩子的江大姐 早已经规划好自己的养老问题 但是看到金大哥对金钱的计较 江大姐就有想法 钱怎么支配好 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但是我是觉得吧 正常的开销的话 就是还是希望 比如说男朋友来拿 因为有一句话说的不好听 但是有时候也是 加汗加汗穿去吃饭 你正常的开销的话都可以 比如说有一些大家 或者怎样的 可以互相商量来 这都没有问题 你刚才说的这个观点吧 加汗吃饭 这个是六七十年代的 现在到啥时代吧 还有加汗吃饭吗 你们女士优秀的 很多很多的 但是我认为这个夫妻 这个要是结合在一块 应该是工作在一块花 你要是那么 你花你花你我花 我觉得这都不成立的 半路夫妻就这点 好像都隔着成肚皮 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但是江大姐刚开始 谈到择偶要求时 对金钱的支配方面 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对于对于两个人生活到一起 就是钱的问题 你觉得你是怎么看的 我是觉得吧 既然是两个人的家 就共同承担 我是觉得 怎么说呢 我这辈子 没把钱开太重 真的 这些都神爱之物 谁多呀我就多花 少有我就少花 这就是不是神 上午还说得好好的 怎么才半天的功夫 想法就来了 180度大转弯呢 你看咱俩在见面的时候 上午你跟我说 你是认可两个人的工资 放到一起花 为啥几个小时之后就变了 是不是你没觉得 这个人不对 是 你是故意这么说的 我是觉得真的 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让他拒绝我吧 然后故意说的这段话 故意说的这个观点 其实如果遇到对的人 你还是认可 把钱放在一起花的 不管他挣得多 他挣得少 你挣得多 你挣得少 对于你 是的 我觉得这样 让他拒绝我 更好一些吧 他不会担心没面子吗 不会啊 男人更要面子 你看多好的女人 时刻都为别人着想 这时的金大叔也恍然大悟 原来是没看上咱呢 给对方就是理解 和那个下台阶了 就是他下个台阶 我给了 说不 抱歉 抱歉 知道了 知道了 这么远来 然后 知道了 这样我还真的心里好 好过意不去 那全没关系 我也希望你们找到更好的呀 好吧 这次又黄了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老年相亲 点个关注再走 要是能长按点赞三秒钟 那就更给力了 obl� kill you ron 看 よ 老年相亲 说 老年相亲 里了